面對的這個牛洛蘇跟烏克蘭的情勢 今天有市民煩惱說 如果真的有受診 強制的全世界的這個 產品欠貨的危機 加以適可待 也因為這個牛洛蘇 是這個當季金銷 粘跟肉最大的出口 另外這個化學 氣體內 全世界有夠想是 為這個烏克蘭來的 如果真的有受診 說是美國半導體的影響 請就好 這個廚房的水槽 是用三控訴白鐵的材質 不過在製造的過程中 裡面是有這麼多桂金銷 其中液就減八趴 不照卡用品的液質表示 如果是烏克蘭和烏克蘭的修正 產品的供應鏈 極減會受到影響 其實有價這種金銷的產品是賣賣 不過電子產品 電腦 手機都會用到這種金銷 還有醫療器材 甚至是手術刀 醫療設備頂頂也有 有專家分析 世界上最多虛油的 幾金銷也可以用在記憶體的 感測器 還有Flash Memory 這種記憶體 這也是由路線來的 差不多占全球的三龍的四十二趴 如果化學器體體內 主要是由歐克蘭來的 全球占的比例有得高興 而且運用在製造金銷車 還有半導體現金 實施頂頂的製造 那麼即便戰爭沒有發生 那如果俄羅斯對於美國來進行相關的一些制裁 會影響到美國半導體供應鏈相關所要獲取金屬 那相對就會比較有斷鏈上的一個疑慮 哈佳表示 路線跟歐克蘭變得開增 其實影響最大的是美國 主要是因為美國半導體的制裁 金銷的原料 才是化學器體 都是由這兩個國家來的 而就這邊影響是比較少 沒有外出會有專長的效應 不過全球共會減少 全球欠證品的問題 也還有相關的產品共會煙證的問題 百民是會越來越吃力 接下來 綜合報道